欢迎收看礼拜一的股市 尊重节目我是陈龙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200多点 我觉得今天是我最准的一天 我们的操作最准的一天 你说你今天有什么涨停板的吗 没有 我今天没有什么涨停板 可是我带我所有的会员 避开了最大的空前 我们做这个所谓的股市作战 对吧 操作 能赚我们就要赚 而且我要赚涨停板 但是如果你面对行情要回档修正 你要闪的比谁都快 我上个礼拜五 在前前百分百的节目里面 我也讲要且战且走 我昨天应该说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上已经预告了 我把说的电子股的部分 包括IC设计都出清 然后呢我不是说我兵分两路吗 一路买航运 一路呢先等 到今天你去看这个行情 你去看这个行情 这是上市的股票 跌得明明末末 上市的股票大跌 主要的原因除了台积电以外 还有AI股 对吧 好那上柜的股票 为什么也杀那么惨 而且越杀越惨 上柜的股票当然是中小型电子 也就是说今天台积电加AI伺服器 底下这个叫中小型电子全部崩 对吧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没有任何的电子股的多单 我上礼拜五之前就出光 这是我今天早上发的指令 什么台积电啊 通知设备商延后交货 今天大家都在讲了 费城半导力指数大跌3% 台股今天将由电子股领跌 好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之前 已经获利了结所有的电子股 把部分的资金转进航运股 这个跟我在节目上讲的一模一样 对吧 我说我一部分转航运 一部分的资金先等 好 你不是看好IC设计吗 不要再拿这句话来跟我讲 我再讲一遍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领先的 我讲IC设计的时候是三个礼拜前 我三个礼拜前再跟你讲IC设计 我再跟你霸占IC设计 对吧 我说我们如果要复制AI伺服器的大行情 不是去买AI伺服器的股票 而是去买IC设计 你要另辟战场 我三个礼拜前再讲IC设计 IC设计是冷门股 台面上的分析是没有一个在讲 然后我赚了三个礼拜之后 我在上礼拜五 我跟各位预告 我全部都高歌离席 我电子股我都没有了 你包括那个最贵的什么四星 KY我都卖掉 我都是讲的 一千二组对吧 我没有那个托泥带水 我也没有那个卖一点 卖一点 动作要迅速 你要做到灵活 你就是动作迅速 就是要完整 你们留一点留一点 要怎么操作 对不对 我们一个会员就是 一种会员就是四档股票 出就出 进就进 我是第一个跟你讲IC设计股的人 然后我也是 最快速把电子股出光的人 全部获利了解 把钱放后代 对吧 可是你看看今天 大家通通讲IC设计 因为AI伺服器已经很惨了 没人要讲了 对不对 那只能讲IC设计 就在IC设计里面 你还找得到上涨的股票 比如联发科 对不对 就之类的 什么资源 对不对 好像盘中还有涨一点 对吧 就你只能在 什么有人讲到敦泰 对不对 就大概你只成IC设计 偏偏今天讲IC设计的人 可能是三个礼拜前 喊AI伺服器喊最大声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你看头骨老师的节目 我也看 但是我看头骨老师节目的目的 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是要了解市场动态 我要领先他们做动作 我不是等他们今天才在喊IC设计 我才IC设计 我IC设计已经讲了三个多礼拜了 我初清AI伺服器转IC设计 到今天 大家都说IC设计股是热门股 对不对 没人要理那个AI伺服器 那AI伺服器的灾难 也是我第一个跟你讲的 我不是跟你讲 这是火灾现场吗 出来的就不要再进去 就偏偏很多人要进去 好所以 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很准 因为我预告你的 应该这样讲 我养的这个冷门股 现在变热门股 在这中间我已经赚很多钱 然后呢我叫你要走 且战且走 我叫你不要跟股票谈恋爱 要冷血操牌 全部出清就全部出清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老师你AI伺计已经讲那么久了 你卖光会不会舍不得 到时候又涨起来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可以少赚 但是我不能让会员 有任何的风险 好不好 你们参加会员 对不对 都缴了会费了 然后呢 我还跟你一样的操作 我还跟散户一样 我还像韭菜一样 那不是完蛋 我的妈妈 在阳明山 自己种了一些韭菜 你知道吗 她加热的时候 割了一些韭菜来给我 她说那个煎蛋很好吃 所以我看到韭菜 大家都知道韭菜在股市里面的意义 对吧 那为什么 为什么韭菜会形容是散户 因为韭菜真的割了以后 很快又涨出来了 就跟散户一样嘛 散户在股票市场里面 永远都一堆人在追高 追高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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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要担心 还有新的一批韭菜会进来 还有新的一批人会来追高 所以我告诉你 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能赚的钱很多 因为苏家很多 苏家不断的提供她的钱 进来股票市场 那你只要操作的好 你就可以不断的收割别人 好 我前两天在收割电子股的时候 我在收割IC设计 我都有讲 而且讲了一清二楚 你去看我前两天的节目 我不是事后诸葛亮 不是马后炮 对 我不是台股间大跌200多点了 我反过来跟你讲 我有没有叫你要卖电子股 我是提早讲 好吧 然后我兵分二路 一路卡航运 你去看航运今天有跌吗 有涨有跌对吧 但是你那个 那个比 跟那个电子股比较 是不是很安全 对不对 冷血操盘 保持贪心 我一样做多 但是我现在做多的方向 跟你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哦 注意听哦 我们就是股市的特种部队 那我的交战手则很简单 三点 请认清这三点 做得到你才来 做不到就不要来 第一个不要想太多 什么叫不要想太多 就是你不要有自己太多的想法 譬如说我叫你卖IC设计 然后你又在那边说 你不是说IC设计很好吗 你不是说IC设计大行情吗 你不是说什么什么又什么 看长做短 好不好 什么叫操作 如果你看长 然后你就摆半年 那就不用操作了 对不对 你就不用参加会员了 你参加会员就是要操作嘛 行情一段一段的做 不要想太多完全跟着做 跟着我做 再来呢 把你的资金分配好 假设你有100万 你就把它分四等份 假设你有500万 你也把它分四等份 就按照你的资金 把它分成四个等份 为什么四个等份 我就带你买四档股票 然后呢 确实做动作 我带你买第一档股票 你就把你某一个等份的资金 全部买进来 第二档股票就这样买进来 我叫你出你就出 一定要跟紧 你可以在盘中稍微没有注意 但是到了收盘前 你一定要把部位调整到跟我一模一样 否则你就会夜长梦多 你就会啪啪啪 你在下午或晚上的时间 你就会比较担心 你知道吗 就是你盘中在发指令 你可以稍微错过一下 没有关系 我们的指令当日都有效 然后呢 到了收盘前 你把动作做好就好 该买多少部位 该出什么股票就做好 其他都不用烦恼 我都会带你做 好吧 我的动作就是永远领先市场 就像今天 大家在那边讲苹概 iPhone 15什么 要等两个月 现在又变热卖了 前上个礼拜的气氛是说 华为大好 苹果手机要掉 掉单掉很多 会少卖很多万只 就不是 过两天以后变成 什么你要买iPhone 我就跟我讲 这个气氛很容易转变的 好不好 要不然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靠特斯拉了 台积电之前靠NVIDIA 这更之前靠苹果 现在变成要靠特斯拉 这种 这种 所谓的爱国情操 在股票上 里面是没有用的 台积电会涨吗 受脆低 这个会涨吗 不然就零百厘 AI十年有大成长什么的 第一个 你一档股票会做十年吗 第二个 AI我也认同十年大商机 但是只涨 只涨零百里的广达吗 是吗 广达 不讲还好 一讲就大提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AI伺服器 我形容叫火灾现场 逃出来就不要再进去 什么时候要进去 你要听我指令 我下半年的某一天 我一定会买AI伺服器 但是请你等我的指令 我会带你买到最好的位置 而且买了以后很容易涨零百 你怎么会有这种自信 我在股票市场27年 我们常常讲 这就叫盘感 你说什么盘感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的 大家都很喜欢 那个日本职方选手 大股翔平 他在美国职方大联盟 又会打拳雷打 又会投三振 很厉害 你去问他 你怎么会打拳雷打 怎么打 棒子怎么拿 棒子怎么挥 看到球以后要怎么样 他没办法跟你讲 如果他会讲中文的话 他会跟你讲 这就是他的球感 对吧 球感啊 是不是 各行各业都有他的所谓的感觉 比如说很会弹钢琴的人 他的音感很强 是不是 有的是手感很强 什么感都有啊 你做这个行业做久了 这叫 工匠精神嘛 职人嘛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那我就是只会做股票 我也没什么别的赚场 我看过了行情很多 然后我 我大概会知道市场上会怎么发展 长的不敢讲啦 短线这几天你看你看得知道啊 什么 什么股票涨是主力买的 什么股票涨是散户推的 散户推的人就要散 主力买的人就要跟 就这样 为什么我买航运我看得出来是主力买的 我看得出来是主力买的 我觉得这个要爆发啦 长龙 或者说像这个玉民 或者说像这个星星 这个这个都是啦 散战航运对不对 或者这个我们再多看讲 阳明万海这都是哦 我觉得这是主力大货买的 甚至有一些 这个钢铁股 这个都都有可能动哦 传产原物料 你知道吧 你说什么传产原物料 我根本心里没有任何准备对吧 你就看看啊 你就时间再往后看看好不好 不用急着找答案 但是你的动作要先做 因为等到市场有答案的时候 赚钱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好好分析 abe discuss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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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下转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财经定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第一个财经 我们力图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涨停板 否则如果它会跌赶快卖掉 不管你以前多看好它 或者它帮你赚了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除掉IC设计 我不爱IC设计吗 我当然爱 这是我先讲的 对不对 我已经赚了它三个礼拜了 为什么我要卖 因为电子股就不对了 电子股要小心 电子股要小心 今天电子股会领跌 我们上个礼拜五以前已经获利了结所有的电子股 将部分资金转进航运 为什么是航运 部分资金转航运 另外一笔我跟各位讲要等 来 我们来看 我知道你不认同 这个是货柜航运的龙头马斯基执行长讲的 全球贸易浮现回暖迹象 你说他讲的话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为什么 两年前就是他先讲 现在那个美国零售业的仓库都是满的 就是他先讲这个 所以呢 后来货柜航运就全部崩盘 运价也都大跌了 现在他讲回暖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长龙阳明望海会怎样 好 大家自己去想 好不好 再来我们讲散装 散装看什么 波罗地海指数 波罗地海指数有三个指数构成 什么海甲型啊 或者巴拉玛型啊 或者小的啦 反正我们综合来看 看这条蓝色的线 创新高1381 未来还会再创高 你说为什么会再创高呢 波罗地海指数主要看原物料行情 原物料的龙头是谁 原物料的头 所有的原物料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油啊 原油的价格就是所有原物料的领头羊 原油现在已经以纽约清原油来讲突破90 布兰特原油已经93 创了近期的新高 当油价都大涨以后 其他的原物料当然会跟进啊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所以原物料大行情 那如果原物料大行情 散装航运也会有大行情啊 所以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一堆散装航运股都会大涨 都会涨停 你懂吗 今天大盘跌200多天 他们当然没有表现嘛 如果大盘哪一天稍微正常一点呢 不要跌那么多呢 甚至有一天哪天涨呢 你就看 然后再给你看了 所有原物料里面 跟这个基础建设有关的 还有这两个 铁矿砂 钢铁的材料是用铁去练的嘛 铁矿砂的报价 来 有看到吗 创一个月新高 然后呢 钢铁练钢是怎么练的 烧煤 焦煤的报价创新高 这代表什么 代表钢铁股的行情也来了 所以 现在 我的资金布局叫 传产原物料 好 一样喔 我今天先讲对吧 过一阵子 过一阵子 可能过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大家都在那边传产原物料 就像我三个礼拜前在讲 IC设计一样 其实原物料的行情 主要是看中国大陆的经济 中国大陆最近公布的数字 大家都很失望对吧 但是慢慢要复苏了 最糟的情况已经过了 既然最糟的情况已经过了 代表原物料的行情也在抵挡 好 所以你看喔 第一个我没有跟股票谈恋爱对吧 我上礼拜还在IC设计 我现在已经变成全产原物料了 但是你不要觉得我是跳来跳去 没有 我不是股票涨了我才在那边讲 百分之九十九的分析师可能都是这样 今天涨什么就讲什么 我不是喔 我都是领先喔 我都是领先 这样你参加我会员才有价值 对吧 我们是特种部队啊 在大部队没有来之前 还没有攻过来之前 我们特种部队就要先去做敌后作战 不是吧 叫战守着 如果你要成为股市特种部队 三个原则 第一个不要想太多 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 不然你就自己做就好 你就不要参加我会员了嘛 如果参加我会员 你就完全跟着我做 那怎么做 第一个把你的资金分配好四等份 然后呢 每一个等份进跟初 确实做动作 一定要跟紧 或者套一句我常讲的口号 叫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好 在收盘前一定要做完全 就是你的投资组合 要跟我一模一样 这样你参加我会员才有价值 而且会很有价值 你看光这个啦 你们还在AI伺服器挣扎 甚至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挣扎 我们已经在IC设计股里面 掏金掏了三个三个礼拜了 对吧 然后呢掏金掏完 我就高歌离席通通卖掉 没有 全部都变现金 然后呢 我再来做下一场战役 我现在只是 我现在这场战役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你可能不喜欢 你听到传餐股 要什么传餐股啊 好 没关系 好不好 人啊 往高处爬 水呢 往低处流 听得懂意思吗 股票的资金就是水 水往低处流 你看啊 我当初在买IC设计 也是低处啊 当初 IC设计谁要 这是我买尾全店的时候 过程就不讲啦 这是我卖掉尾全店的位置 赚两成多 这是我买CDKY的位置 够低吧 这是我卖掉CDKY的位置 不错吧 是不是有赚钱 好 然后呢今天的报纸在那边讲安谋 我百分百我也跟各位讲 安谋带动了谁 安谋没有带动 因为安谋是IP股嘛 它没有带动美国的费城半导体 因为美国费城半导体都不是IP股 要嘛是设计晶片的 要嘛设计CPU 要嘛什么GPU 要嘛就是做设备 安谋是IP股 哪里有IP股 反而是台湾 所以呢 台湾的IP股比较效应 这也就是我那些四星KY啦 力旺啊 大涨的原因嘛 但是我全部都高歌利息了 我不是等你报纸写 我才那个 对吧 四星KY 这是我买进的位置 这是我卖掉的位置 这赚多少钱 三十几%吧 我卖掉了 我才跟你讲 力旺做比较短 力旺呢 这里进 两天后出掉 是吧 我都有跟你讲 这叫普瑞KY 高速传输 这是我进的位置 这是我 掌停板卖掉的 moment 就是这个关键时刻 今天怎么样 我都不讲了啦 反正你自己去看 我只是告诉你 能赚 我就会带你赚 对不对 IC设计股掏金 有没有掏到金 我有没有带你掏到金 相反的 挣扎 是不是还在挣扎 伟创有没有在挣扎 广达有没有继续挣扎 技嘉有没有继续破 更惨的是 双红快跌停板 齐红快跌停板 齐红快跌停板 还有这一个 银帮 这一档是我几乎卖到最高点 我是卖在这一天 我见准卖这一天 不要说我买了就涨 卖了就涨 卖了就跌了 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追求 这就是我特种部队要做的事情 不是吗 我没有看好台股大盘会几万点 那不是我要关心的 台股大盘 几乎都被台积电绑架 我也没有带你做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我 那个不是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我 带你买什么股票 然后呢 我现在 带你卡位这些股票 未来的表现怎么样 这才是我关心的 然后我资金怎么分配 未来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要散 未来什么样的机会 我要进 我所有所有的想法 都是考虑 帮会员赚钱 而且我也有这么做 所以很多的投资朋友跟着我们做 颠覆了他过去操作股票的所有事情 他会发现做股票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这么的快 很 准 我觉得我今天比较准 因为今天没有涨停板 但是呢 我带你皮开风险 对吧 我带你买航运股 譬如说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看长一点 这叫玉民 这叫欣星 这叫慧阳 这叫中航 这都是低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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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这个叫中宏 这个叫什么 星光钢 有没有 是不是都在低档 这个叫大成钢 你这个还原权子 你把它漂上去 这都是低档 那我们来看货桂轮 长荣 阳明 万海 这是不是都低档 高的高歌离奇嘛 低的我们转进嘛 水往低处流 目的是什么 赚明天的涨停板 好 我没有再跟你讲什么 船长原物料 要做什么半年 我没有这样讲 但是能做就做 能赚就赚 如果短线变中线变波段 那最好 对吧 好 然后AI伺服器 让这个技嘉再破 尾创再破 我就跟你讲 这个叫底部 我认识尾创的时候 是二十几块 我认识 广达的时候 是五六十块 这个叫底部 再让它跌多一点吧 跌多一点 我们再来买 是不是这样 还有很多IC设计 本来是低档 三个礼拜之后的今天 已经不是低档 所以你也不要乱追 你不要到时候 买了IC设计股 赔钱就说 你不是说你看我IC设计 针对我 每一天的讲法跟动作 大家要自己去配合一下 我动得很快 你是跟不上 你是跟不上 相反的 我反而要我的会员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要跟着我做 领先性的布局 领先性的规避风险 你只要都有这么做 做股票对你来讲 非常的愉快 每天都期待开盘 譬如说明天 可能一开盘 我们很多的传产原物料 就涨停板 你不相信 动态调整天天做 效率操作拼涨停 跟着我们操作的目的 就是 布局该布局的股票 拼明天的涨停板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